各位,这日走到正午时分,路上整天遇见乞衣,看那些人的样子多数都懂功夫。 杨岳的心想,难道乞衣帮出了大事? 他因为在华山和红七公有过一段情,所以这时对乞衣帮有了好感, 经常想找机会告诉他们在乞衣头听,红七公归天的消息。 于是,他就一直走,一直留意那些乞衣, 走到新牌时分,那旧时的新时,即是现在下午三点到五点那段时间, 杨国忽然间看到空中有两只白鸟飞果, 路上有个乞衣立刻就跟人家说, 黄帮主到了,今晚九成九要聚会了, 另外一个乞衣就问了,不知道郭大俠来不来呢? 那一定来的,他们正义是清不离陀,公不离婆的。 他们说说,一眼看到杨国立定马,听着他们聊天, 就立刻挖了他一眼,收声不讲了。 杨国听到郭靖黄庸的名字,我心就想了, 黄庸是乞衣帮的帮主, 以前我在桃花岛白饰白住, 让他看小而已, 现在我以天下为家, 不用看他的眼色的。 嗯? 不如我再扮坏一点, 乍地想去他那里吃餐, 看看他现在会怎么办呢? 于是乎, 杨国就走到路边, 扯乱了头发, 又挖损自己的臉, 再趴在泥地上, 乱脱的身, 总而言之, 搞得自己衰衰的, 一见他的样子就不方开胃的了。 装完身, 他就连马都不骑了, 扯着扯着扯着, 就跟着那些乞衣行, 他的兽马就离远跟着他。 杨国跟那些乞衣行到天黑那么济, 就去到一间很旧的和尚庙那里, 见到庙门口有两个衣着光鲜的年轻人, 一个扯着盆肉, 一个在盆那里, 拿肉来喂白鸟, 然后一眼就认出, 那两个年轻人就是大母小母, 几年不见, 只见大母整个粗壮了, 举手投足很精神爽利, 小母就生得清瘦一点, 不过显得斯文灵活, 杨国就专专走过去打个浴, 两位兄弟, 一起你们几好嘛, 这阵时, 秒前秒后四围都说乞衣, 杨国虽然弄得自己这么漏暴, 才不会说很显眼而已, 大母向杨国还回一臂, 上下打两下, 认出他是谁, 呃, 树小弟眼笨, 专轻是谁啊, 哦, 哦, 不记得, 不紧要了, 小小小小弟想, 想求见, 王帮主而已, 你是, 大母听出杨国的声音有点熟耳, 刚刚想查问的, 忽然这阵时, 庙里头有个女孩走出来了, 大母哥, 我叫你买条远点的马边, 你买了没有啊, 哦, 早就买了, 你, 你, 你试一下, 看看动不动手, 大母撇低, 杨国就挂着应付那个女孩了, 杨国转过头, 看得刚刚才出来的那位女孩, 亭亭欲立, 霜眉湾湾, 鼻歌滴滴色色, 眉眉向上轿, 面如白玉, 眼若昭华, 她正是郭大俠的千金, 郭芙, 郭芙的服饰打扮, 也不会很华贵, 一套淡绿色的衣裙 条颈上戴一串明珠 粒粒明珠发出淡淡光云 影得他更加好像粉装玉镳那么漂亮 杨过望了他一眼 觉得自己好寒酸 就立刻另一头不望他 小母见到国父 也连雕都不畏 红过去就倾了一份 大母和国父谈了几句 先寄回起杨过 就转转头问了 对了兄弟 你是不是来赴英雄宴的呢 杨过就不知头不知路 就顺口说是呀 于是大母就入手 叫了一个乞衣来 黄十三 你先招呼一下这位朋友 明早带他上大圣关 吩咐完 他就挂住转实国父 再不理杨过了 那这个流罗就叫做黄十三 他当正杨过是同道中人 就请他吃呀住呀 第二天还带他去大圣关 那一路上 杨过还见到不少武林人物 他们有些骑马 有些是行路 个个都说去大圣关赴英雄宴的 杨过从来没曾见过什么英雄宴 就觉得很好奇 就更加要去大圣关 第二天晚上 杨过来就到了大圣关 这个市镇 隔在河北 湖北两散中间 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大圣关以北 就是蒙古兵管轻的了 那个轻帮流罗 王十三带着杨过就入了大圣关 又再行了七八里路 来到一座大庄园 这庄庄园够大 周围有几百棵参天大树围绕 庄里头的房舍重重叠叠 就算住三几千人都灭灭有余 杨过见到这个庄园这么有气派 还见整班整班的庄丁来来去去的接客 直头不停脚的 啊 这里的主人是谁呢 这么架势的 忽然听见 砰 砰 砰 三声号响 跟着就嘀嘀 打打鼓 额圈天 有人说了 哇 不知道是哪位英雄到呢 庄主夫妇亲自迎客 快点去看看 快点去看看 没多久 只见知客 庄丁就两行排开 一对四十左近的男女云大厅屏风后边走出来 男的身穿錦袍 留着短袖 气宇牵昂 女的皮肤白正 思思文文似个贵妇人 杨过听旁边左近的人说 这对夫妇就是陆庄主和陆夫人了 没多久 主人之后 又有一对夫妇走出来 杨过一见他们 心立刻啪啪跳 原来他们是郭靖黄庸夫妇 几年没见 郭靖显得更加老成 黄庸还是风采不减当年 杨过不想当着这么多人面 见到郭靖夫妇 特地缩在一个高老后边 尽量使得自己不要那么显眼 那对了 郭靖夫妇因什么事离开桃花岛 来大胜关 原来核衣帮要换新帮主 另外他们 还四围发了英雄帖 招集天下英雄商量 推举武林盟主的事 那陆家庄庄主陆冠英 他父亲陆成峰 是黄庸老爸黄若思的弟子 他们本来就住在太湖归云庄 后来归云庄被欧阳峰一把火 在太湖归云庄和萧城平地 六成峰一路之下 就带了整家北上 定居在大胜关 现在六成峰已经过了身了 他份家产自然而言 被他的儿子陆冠英继承 当年陆冠英的夫人情瑶加几次遇险 都是被郭靖黄庸和黑衣帮的人救回 故此他对黑衣帮一直都很感恩 当他们知道黑衣帮要招集天下英雄 两夫妇就一力承担 将英雄宴设在陆家庄 再说陆家庄庄主和郭靖夫妇走出来之后 古岳声中有四个道士由外边走进来 阳哥一见他们 不如都露从心上起 就恶向胆边生 走前头是个白发白眉 红光满面的老道士 正是全真七子之一的港宁子郭大通 郭大通是杀死孙婆婆的道士 然后后面呢 是个头发灰白的老道姑 阳哥听人家说 他就是全真七子的清静散人叫孙不宜 也是庄主夫人程瑶家的师父 走后面的是两个中年道人 一个是赵之经 一个是吻之平 陆庄主 郭靖夫妇等人向他们敬元礼 就等他们和众位英雄会面 一时间大听到人声鼎吠 触光影雄一派闹气象 那个道士 郭靖夫妇进来之后 东张西望 整天想找人那样 赵之经就抵不住颈说他 郭靖夫妇 圣龙那个人不会来这些地方的 死了一条心去吧 吻之平当堂整面变色 只不敢出声 郭靖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小龙女 就拆嘴问了 是哪位姓龙的英雄 是不是两位师兄的朋友 赵之经就说 是尹师弟的好朋友 频道不敢认识他 郭靖见他的表情古古怪怪 知道另有别情 也免得再问 突然间 韻之平在人群中见到杨果 他当堂整身一阵 好像雷打电击一样 他以为杨果在此 小龙女也一定会在此 赵之经就觉察到他的变化 也顺着他的眼光望过他 咦 杨 杨果 是杨果 你都来了 郭靖一听杨果两个字 也立刻望过来 分别几年 本来他未必这么快认出来 不过听见赵之经这么叫 也即时认出了 他等等声走过去 捉住杨果的手 郭靖啊 郭靖 你都来了 我还怕着误你的功课 没有叫你来 既然现在师傅带了你来 那就对了 各位 杨果反出重阳功 全真教上上下下都当是本教的耻辱 没有人向外泄漏一句半句 所以郭靖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赵之经这次来赴英雄宴 就是想顺便说这件事给郭靖知道 有个交代 猜不到在这儿遇到杨果 他开头还怕着郭靖听了杨果一面之词 先入为主 这阵时见郭靖这么说 知道他们又是刚刚才正见面 当时他就马上整色整水 郭大俠 贫到无德无能 哪里敢做杨大爷的师傅 郭靖大一惊 赵师兄 为什么这么说 当然个儿子不听话 赵智敬见到大厅到这么多人 怕着和杨果吵起身 会叼全真教假 他免得再说 一味哼哼哼哼冷笑 郭靖看真点杨果 见他鼻肿面青 那块面一片片血迹 三腹骯髒 看样子受了很多苦 郭靖的心意很异 不过他想肯定是小孩子不太对的 于是他就对赵智敬说 个儿子连笑无知 得罪赵师兄 小弟实会重重责罚他 现在请进书房 慢慢讲清楚 郭靖的心意很异 只要郭靖再骂他 他就走人 如果打他 他就跟他拼命 他立定心水 反而一点都不怕 接着郭靖地入了书房 入到书房 双方分宾主坐落 郭靖黄庸一边 旁边站着杨国 郭大通孙不易 韵志平 赵智敬 第四个就坐另外一边 郭靖向来当杨国是自己子质一样的 对全真七子有十分敬重 他心想 不用问阿贵 肯定是做晚辈的不太多了 故知他一坐落 就客气面口 说杨国先了 哥仔你好大胆 连师傅都敢得罪 杨国亦忍无可忍 赵智敬不是我师傅来的 此言一出 郭靖黄庸大气一惊 所谓一日为师 就终身如父 杨国居然不认师傅 共五亦都得了 郭靖十声站起 指着杨国声都震了 你 你 你说什么 他不识说话 更加不识骂人 一尾指着杨国 谷得整面青啤啤 黄庸很少见他这么生气 就劝着他说 靖哥 哥仔本来就是这么远 你何必怒气呢 杨国本来是有点惊惊的 他见连最疼自己的郭伯伯都不争自己了 于是把心一还 死就死了 是 我知道自己很远 不过我没有求你们教我功夫的 你们都是武林中成名人物 要不要想起死就来欺负我 欺负我 欺负我没有老爸 没有老母 说到没有老爸没有老母 杨国喉咙都梗了 想哭地休息 不过他立刻咬住嘴唇 想着今天就算死都不流一滴眼泪 郭伯伯都不修 郭伯伯就得了 郭伯伯就不够说 郭伯伯就不太乖 郭伯伯就不宜了 郭伯就不乖 郭伯伯,你對我好,我一輩子都會記住, 黃庸就忌不住頸了, 郭伯伯對你好,郭伯母代博了你, 你要生我,就任由你, 郭伯母,你沒有代博我, 折代我也不算好,你說教我學功夫, 其實因為教我讀書,一點功夫都不教給我, 不過讀書都幾好,起碼字都認識多幾個, 知道你幾個臭道士,總有一天, 我會報到仇的,郭伯一聽又急了, 什麼,什麼,報仇, 郭伯伯,你為什麼呢? 郭伯伯,趙之經說是我師父, 不教我功夫不但止,還叫人家打我, 我不懂功夫,就一尾崖打咯, 還有這個姓郭的,見有個阿婆愛我, 就奸身打死了人家,正確的臭道士, 我有沒有說錯你了? 楊過一想到孫婆婆為自己而死, 咬牙切齒,幾乎要破壞和郭大通破壞命, 郭大通是全真教的高士, 道學武功,收圍到甚高境界, 就因為一個失守誤殺了孫婆婆, 幾年來一直悶悶不樂, 因為身平恨事, 全真失事,身平殺了不少人, 這所殺的陷都是奸惡之徒, 從來不相無辜的。 這陣時聽見楊過當著大家面這樣說他, 確大通不由得面如死灰, 當日一掌打到孫婆婆口噴鮮血的情景, 又是清清楚楚出現在自己眼前。 各位,要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請聽取,得知,嘍美母 historically。 請聽聽說日,